这一节我们继续讲一下业绩股 之前有嘉宾和我们分析了一只中二栋 这一节就讲另一只 257光大环境 股价在位是小 出业绩之前已经在升 出业绩之后中五回来 看到股价越升越有 曾经开过5元的位置 最新现在4.93元 都升了百分之八有多 你看到大数是否真的很厉害 收入升4.4元 纯利升到2.8元 赚3.8亿多 中期息就派19先 都增加3.5元 看这些大数 Sandy 你觉得算不算是有惊喜 看股价似乎大家都有些起出望外的反应 惊喜是否真的很大 就两看 因为它的增速就不算是特别厉害 两成多我觉得是收货 但问题是我们讲的是环境 其实它的股价都低迷了很久 基本上就真的很完全 股价都很残下的了 所以当你看到它那个业务发展 好像比较上是 又叫做OK 稳定 还有今次你看到它 派息都叫做OK的 都增加到上去的时间 但变相之下这些因素 令它的股价就真的可以有点比较上去的表现 但未来会不会继续都可以保持到这个成绩呢 因为它本身是一间叫BOT的公司 就是建设加营运及转让的 就是建好一些大型的项目之后 营运了再转让出去 之后搞定之后就收钱 主力就做一些环保项目的 就是垃圾处理 发电和污水处理等等都有 上半年的业绩体 你看到环保能源项目 和水务项目的建造营运收益 升幅都不错的 上半年就大升5成4和4成7 另外它也有提到 还有一堆项目是建成了 投运了的了 53个 建成员工就4个 另外新开工的项目 在期内都有23个 如果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都不需要太担心 它下半年的表现 应该都可以稳健地发展下去呢 其实你看到干大环境的发展去看 其实它的业务可以说是长做长有的 而且它的行业的特性是怎样呢 就是说 假设当你可能有比较多的 叫做一些项目开始营运的时间 自然会有现金流回来的了 就是有钱回来的了 同一时间也都可以支持它 可能再找一些新的项目去做 因为其实有一件事很合适 就是说 本身内地方面 你看到可能你说 垃圾发展的发展未来的时间 其实按道理是不差的 因为如果以各位的省份去看 好像以江苏省为例 之前的时间出了一些规划就是说 2022年到2023年的时间 将会新建了大概39座的垃圾焚烧的厂房 意味着这个地方而已 如果其他省份的话都会不断有这些项目的时间 变相之下他们的业务 就真的要保持着很多项目给他们去做 但是问题是不是单单去做的 因为这个垃圾发展这个项目 这个范围本身在内地方面 有很多公司在做的 其实竞争其实都是不小的 但是问题是说 这些的范围本身就是说 你这个资本密集的开支就很大 所以你会看到 都可以负责其实都是不低的 当然啦 如果你顺利关于业务上的发展的话 刚刚提到的了 按道理就真的不差的 就是你会保持有东西 给你开工做 甚至乎 你那个规模会越来越大 但是问题是 你问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觉得规模大的时间 大家自然会很接受呢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